第2020 登临绝顶 吴野狂重重一哼 方方正正的大头及时歪过一边去 他胆子再大 也不敢同时招惹东皇和妖后 东皇雪泪寒 却也是哼了一声 把头转向了另一边 众人心中奇怪 啥时候雪泪寒转了性子 居然变得这么凑蛋的德行了呢 东皇雪泪寒冷眼屁腻着各位天地 突然哼了一声 摇头晃脑腿 都听不懂人话吗 你们以为我是什么意思 那我就是什么意思了 怎么的 你们做的别人却说不得 他心中本就对这些人没啥好感 现在在知道了当年真相之后 更加的感觉不顺眼 此刻顺着脾气 什么难听专门说什么 通天大道的脾气上来 哪里还管得着 对面的人是谁啊 好好好 众位天地 尽都咬牙切齿 缓缓点头 雪泪寒 算你狠 等这次大点事了 咱们务必要好好地亲热亲热 且看你这位名震天阙的东皇 是否真的能够一手遮天 是天下群雄如雾 所以我才说你们就是没种 只听这位东皇雪泪寒 歪着鼻子说道 要打现在就打 现在又不敢动手 竟是找些个别角的理由 还不是怕得罪了这位穷华大帝呀 其实我也能理解 云上人现在不在这里 你们没有主心骨 凭啥跟我打呀 君子还不立围墙之下呢 何况是你们几个 所谓做了婊子还想要立牌坊 就是你们现在做的事情了 可是天下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呸 他呸的一声 骂骂咧咧的道 婊子就是婊子 难道做做样子就成黄花大闺女了 这是本质的不同 此件事情一完 你们早不知道溜到哪个老鼠洞里猫着去了 还跟我打什么打呀 雪雷涵 姚兴尔忍无可忍 抱持出口 你这个混蛋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能打就了不起呀 非要现在就将这里弄得血流成河才敢罢休吗 要打 你跟我打 眼看着穷华大帝的登基大典 就要被这个家伙演变成九重天阙九地一后之间的大乱动 有心而泣得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不得不跳出来搅局 希望眼前这个棒锤能多少明白点事 赶紧演其息鼓诗正经 尤其最开始的那一声 表面上是叫面前这位东皇 实际上却是叫在暗中的真正的东皇雪雷涵 那意思就是 你压得快管管你兄弟啊 这伙眼看着就要引发世界大战了 其他各位天地都已经脸色通红 气喘羞羞 眼看着就是一触即发的大状况 百万年来 任何一位天地都没有遭受过如此赤裸裸的侮辱 更何况现在乃是齐聚一堂被人开了地图泡了 实实在在的 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被气得肝也疼了 胆也颤了 这口气是无论如何也忍不下的 这位东皇实实在在是气人太甚 难道你拥有仅次于圣君的修为 就可以如此的藐视我们吗 我们一个一个打 确实打不过你 可是我们这里这么些人呢 就不信联合起来还干不过你呀的 没看妖后都气成什么样子了 他可是我们中仅次于东皇的一个 有他挑头 你血泪寒还好得了吗你 暗中潜伏的血泪寒数百万年的氧气功夫 那是何等的含氧啊 此刻也已经被自己这个兄弟气得要跳脚了 不都已经跳脚了 这混蛋啊 我事先明明早就已经叮嘱过他几十次了 三令五身的 这家伙也是点着头全盘答应 现在却是一概的抛到脑后去了 就算是放了个屁还能臭一会儿呢 可这家伙 他压根就是翻脸如翻书一样啊 偏偏自己现在隐身暗处 是万万不能显身出来的 要不然早把这家伙一巴掌拍回东皇天去了 急忙传音骂道 你个混蛋 你要找死不成啊 你他妈的 回去老子就请出家法 好好整治整治你这个毛八蛋 血泪寒激怒交加之下 破口大骂 却已经是口不择言 而那位假扮的东皇 立即针锋相对的传言回来 血泪寒你真有种啊 你敢骂我妈 你骂我妈 我妈就是你妈 你敢骂咱妈 你真是太有种了你 你居然敢骂我是王八蛋 咱俩一个妈 我是王八蛋 你孵出来的 那不是王八蛋 也是龟蛋 你他妈的 敢骂咱爹 咱妈是王八 等我们回去了 我就跟你一起到祖宗祠堂里好好地理论里了 你这个王八蛋 血泪寒一口气憋在喉咙里 差一点就要背过气去 无力地声音道 我 我要吐血了我 不过眼前这位伟东皇 似乎也感觉自己多少有些过分了 看着四面逼近的各位天地 只好勉为其难地解释了一句 当然了 我不是说你们全部 是说你们之中的某些人 嗯 谁最激动就是谁 这句话一出 真真是连妖心儿也没有想到 这一招 不 这一句那才是杀手神招呢 当者披靡 不被披靡 能怎么着啊 能不被披靡吗 各位天地一个个憋得几乎要发疯了 确实除了怒目而事之外 那是没有一个首先开口的 也没有一个动手的 谁动手 那岂不就是承认了自己就是某些人中的一个吗 一个个空字气喘吁吁 额头轻筋乱跳 却愣是不能上前一步 姚心儿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心到总算没当场打起来啊 这样虽然大家肚子里都有怨气 却还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却听见这位东皇又说道 不过你们也都知道 就算真的动起手来 你们也不是我的对手 姚心儿刹那间一个头变成两个大 几乎要对眼前这伙产生膜拜的心理啊 大哥呀 你怎么什么话都敢说呀 你还要得罪人到什么时候啊 眼看着九地以后就要全员爆炸了集体火兵 幸亏就在这时候 穷华大帝已经协同夫人安然的登上了第八层 从登上第八层第一级九九天梯的那一刻 所有的攻击突然间全数烟消云散 重归一片平静 连一点点捣乱的都没了 所有人都知道 第八层乃是九地以后所在之地 谁敢在这里暗中动手 搞那些鬼祟动作 那不但是在挑衅九军以后 还是挑衅九军以后全体 那又何益于找死呢 虽然某主事者并不在乎万圣真灵会否多死几个 但这样明不张胆的在这么多知情人面前动手 却还是风险太大了 所以从这一刻开始 就只有在明面上动手 换言之 谢丹琼真正的考验 到这里才算正式开始 当然除了有数的几个人之外 其他人都不知道 也就是从这一层开始 真正的谢丹琼 其实已经换人了 取而代之的 乃是在整个九中天阙 无论身份 地位 修为 都是真真正正的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的 东皇 血泪寒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将一人之下 天下人之上 诠释得如此彻底 但血泪寒却是当之无愧 当仁不让 可以想见 那些真灵们信心满满的出动 全力扑出来 却遭到了最恐怖 完全没有反抗余地反扑的时候 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眼看着谢丹琼夫妇两人 终于步入了第八层的出街 楚阳终于长长的松了口气 只觉得摇摇欲坠 几乎都要站立不住了 眼前竟是一阵阵的发黑 看看其他兄弟们 一个个也都是如此 貌似比自己还要不如 寂寞走路都得打飘 仿佛随时都能躺在地上 再不起来 不管是精神还是修为 又或是神念方面 都在刚才这段路途里 透支了太多太多次了 以往唯有在生死交官之战 才会消耗一颗九风单 但就是从第一层九九天梯 一直走到现在 自己这些人 平均每人消耗了二十多颗 全部加起来 那就是将近三百多颗的样子 这可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虽然九重单 那是天下第一疗伤圣药 主旨就在疗伤续命 补充精元恢复功力 调理肉身 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接连吃下去这么多 大家还是需要 好好地消化一番 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墨天机也长长地松了口气 随即又服了一颗九重单 别人都可以休息了 但墨天机和楚阳 却还不能休息 纵然明知道在服九重单 就长远角度上而言 必大于利 却仍是不得不服 楚阳乃是另有任务 而墨天机 却要继续维持大阵的基本运行 在墨天机吞服九重单的时候 楚阳也已经不着痕迹地 将早就含在口中的九重单 吞了下去 一直没有出手的楚乐儿 与楚阳两人 扮作谢丹琼的随行宫女 侍从 此刻正自随在谢丹琼 和梅夫人身后 白衣胜雪 在这八层高台上 飘飘若鲜 谢丹琼本来始终坚持 在这登基大典上 一众兄弟们一起露面 共同享受着莫大荣耀 感受这种站在巅峰的滋味 但是刚刚提出这个设想的 穷华大帝 就被墨天机和楚阳 狠狠地劈了一顿 我们兄弟 只能逐个地登上风口浪尖 这所谓的天下巅峰 要是一起上去 一起找死不成啊 这是墨天机的话 此刻时机尚不成熟 你只管等我们在巅峰汇聚便是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这是楚阳的话 继墨罗克迪 瞄不通三人 听到谢丹琼的话 原本还有要欢呼的意思 却就被这么两记闷棍 一下就给砸了回去 此刻兄弟们虽然大多数 都已经停在原地 氧气调息 恢复元气 但是暗中 却仍有墨天机主持大局 明处则有楚阳跟随身后 谢丹琼心中 自是底气十足 所以谢丹琼在走向九地 以后所在作为的时候 仍旧是一派从容不迫 雍容自若 气度十足 丝毫没有半点紧张 更没有半点局促 似乎我本来就是这里的一员 如今只是很轻描淡写的 又走回到了这里而已 穷花大帝已经登上了天扇台 穷苍蓝的声音再度响彻天地 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 感动 冲动嫉妒 在这里 有我们绝对的 尊贵的 荣耀无上的嘉宾 将与穷花大帝见面 并且 地定盟约 墨云天的所有人等 有如风了一般的 跳了起来 叫了起来 九地一后 唯我圣君 九地一后 唯我圣君 那是传说中的顶端人物 每一个人都如同是 飘渺于九天云上的 神旨一般的存在 事实上 他们在这个世界 就是神旨 绝不只是 简简单单的帝王而已 谢丹琼面带微笑 从容不入 第一个走向的 当然就是 九地一后之中 排名第一的东皇 雪泪寒 而在这时 东皇雪泪寒的身后 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另外两人 笔直地站在这位 东皇雪泪寒身后 这两个人 乃是东皇的贴身护卫 平常一般都是隐身的存在 等闲不献身于人前 但此刻 面对新晋的墨云天 穷花大地 却只能献出身来 这是一种表示 也是一种尊重 第2002世纪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